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轨道建设计划综合规划期末报告的审查会议 会后收访表示希望在5月底到6月初 在议会会期结束前 亲自拜访交通部长王国才 表达是否的坚持 希望宽松的财务周期能在今年内定案 就基隆跟铁道局的部分 气氛是良好 然后大家也有一些共识 共识就是要继续推进 那我们有提出了一个新版的 我们的本市的负担 那这个负担是跟他们原则上所提到 过去的53亿 我们有更新了我们的部分是61亿 金融捷运综合规划阶段进入尾声 市长谢国良2号出席铁道局 金融捷运综合规划期末报告审查会议 事后面对记者询问强调5月底到6月初 将亲自拜会交通部长王国才 针对于这个还款周期这个部分 希望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讨论跟答案 那因为其实就是大家都了解嘛 铁道局协助一些技术性的规划 综合规划也已经快要到了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情况了 也就是综合规划也快要结束了 那在这结束当中 最主要的如果金融要投入 就势必要了解自己的财务负担 包括总额跟年限等等 此外针对第二阶段路线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未来会给予建议 也欢迎民众踊跃发表意见 那当然原来的规划就是 原来的路线 铁道的沿线的路线 直接进火车 直接进基隆站 那牵扯到的就是台铁的进河问题 那现在有人考量 就是从巴图站稍微转个弯 往这个迈进路行驶 再找一个路廊进入到市区 我个人认为这样其实 比较适合 因为这样可以多一个 酝酿的这个新的路线 也可以协助到安乐区 包括麦津路上面 更多的民众的一个通勤 因为这其实就是9026就是 1815就是这个通勤路线去的 去台北 市长谢国良强调 将会利用议会会期控党 亲自拜会将务部长 及行政院的官员 务实反应财务周期的需求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副市长邱佩玲 在局长张树德的陪同下 出席主持金融市警察局 举办的打炸金融队启用 推动行人友善典礼 希望透过科技设备的提升 加强守护基隆海洋城市的治安 拿出手机扫一扫 不到三秒时间 巡逻签到完毕 M-Police把它靠一下 一秒钟就完成 所以他还有其他的时间 去注意周遭的可疑人事物 那再来就是说 他这个节能减碳又环保 如果使用这个1100多个巡逻项 一年可以节省纸张30多万 最后他可以优化警察的情业务 因为经由这些巡签的资料 送上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产出 跟目前发生的治安交通斑点 我们可以来结合 电子巡签正式上路 警察局长张树德 邀请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共同主持启动仪式 可以省掉做纸本的辛苦 记忆巡签 对 记忆巡签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说 在台湾并没有很多县市 做这个东西 那我们有1160个点 全部用这个方式 可以让警员可以免掉 下雨天的辛苦 最主要是他用大数据的方式 现代执法科技的结合 可以让基隆的民众更安全 说电子巡签正式上路 警察局全力防堵诈骗 局长张树德 亲自率领成立打炸 金融队由副市长邱佩玲 亲自授旗 建于111年到112年的3月30号 那这个前面三种炸气案件比较多 第一种是网路购物 第二种是投资炸气 第三种是解除分析物网 但是这其中第二种的假投资里面 这个被害的金额竟然高达44.2亿 所以从行政院长 内政部长 警政署长 包括我们谢市长 都要求 一定要在这个宣导面 就是试诈的部分 尽量推动 最好能够铺天盖地 受其意识上 警察局行大特别邀请了 外籍配偶 用自己国家的母语 宣导反诈骗 警察局 看见我们新出名朋友的需要 让我们知道如何来 预防诈骗 我爱七龙 拜托台湾市行人地狱 介绍市长谢国梁上任之后 介绍市警察局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累积资金 已经开出了3000多张罚单 达到宣导 去机车 离让行人的效果 行人友善的确是我们最需要的 那我们比中央还要早推了 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 我觉得一方面是市长 一直很希望打造一个有爱的城市 第二个真的也要谢谢警察局 同仁们的执法辛苦 这当中民众一定有埋怨 可养成习惯以后 基隆自然是变成最好 最友善的地方 交通部是5月1号才要求实施 那我们已经点他两个多月 那这个中间的绩效 我给各位报告 我们一共举例 车不让人 3709件 那这包含7机车 汽车1042件 机车2667件 那这个中间让这三个月 行人的交通事故 从原来的89件 降低到71件 等于减了18件 等于22.22的百分 那这个案子 我们在市长 副市长的领导之下 本局通人一定会持续执法 也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呼吁市民朋友 到了这个路口 一定要 看慢 看停 那如果新人走在路上 一定是停 看停 全国各县市 5月1号起 实施路口 不停让行人大执法 金融市警察局 除了打造行人 友善城市之外 呼吁全民加入打炸 金融队行列 让民众安居乐业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一年一度的报税 既又来了 北区国税局 基隆分局 呼吁民众 可以多利用手机来报税 相当的便利 而在疫情趋款的状况下 今年报税期间 是5月1号到31号为止 再次提醒民众要留意 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 报税第一天 大批民众 涌进国税局 等着报税 北区国税局 基隆分局表示 除了国税局 有报税服务之外 特别呼吁民众 多加利用网络报税 尤其是手机报税 相当便利 只要各位说 拿起我们的手机 然后搜寻报税的字眼 然后进入我们 那个手机版的报税画面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有三个认证的方式 那有行动电话认证 以及利用查询码 加护号的部分 进来我们的手机申报系统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去编修 抚养亲属资料 也可以针对所得资料 去做所得编修 那完成上传了以后 如果是退税的话 选择只有直播退税 那缴税的部分的话 可以用电子支付 存款账户 直接扣款 以及那个行动支付都可以 所以我们的缴税 是很多元的 那完成上传以后 我们可以下载 我们的PDF档 也就是你整个申报画面 上面也会告诉你 你的申报已经完成了 有两样编号 所以在也有附件上传 今年在网路申报 有竞争了一个附件上传 在我们的手机报税 一样有附件上传的画面 所以在附件上传的部分 把你的资料上传 在12米内利用照相清晰 然后利用我们的JPG档 或是PNG档 把我们的资料完成上传 在5月31号之前 那就完成我们的整个申报动作 不需要再跑国税局节省各位等待的时间 那今年因为疫情已经趋缓也解禁了 所以我们今年的结算申报期 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是5月1号到5月31号 另外透过网路手机报税 还可以参加财政部的在家一报税 好礼大放送抽奖活动 投奖奖金20万元 财政部提出了一个在家一报税 好礼大放送的活动 也就是说在家里面自己做网路申报 或是利用税额 税额四算去做线上登录缴税 或是线上登录回复的话 这部分我们投奖至20万的奖金 所以奖品丰富 那手机报税也另外有加码奖 还有一挖退税也有另外加码奖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使用 北区国税局基隆分局也强调 今年因为疫情趋缓 报税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为止 提醒民众多加注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亲安宫从民国旧14年起 每年都会发放两次的奖助学金 累积到今年4月 已经办理了36次 发出的奖助学金高达1900多万 鼓励孩子们安心就学 获奖同学及家长代表 陆续上台领取奖状及奖助学金 和亲安宫主委童勇及来宾来个大合照 这是我第二次领 我觉得可以鼓励自己可以好好用功读书 已经办这个活动已经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他们就开始 就做到这久 他们就在三十六拜 开招到三千万 每一年都整个 因为现在修制法的管理 所以现在 国中也有了 以前没有国中 大学 国中 现在国中 小部分的修法也有 所以因为修制法的关系 现在只有一天 所以 现在一年差不多 像今天差不多一百人 终于有几千人 但是今天有差不多三千万左右 亲安宫从民国九十四年起 每年举行两次 颁发清函奖助学金 还与基隆地检署合作 颁发新希望育苗奖助学金 今年度总计有 两百三十二名的学生获奖 发出的奖助学金 高达九十七万八千多元 亲安宫长期以来 照顾基隆学子 散举令人赞赏 亲安宫多年来 颁发了超过两三千万的奖学金 那最特别的事情 我们还颁发跟根深保护会合作 然后跟地检署 然后协助受刑人的子女 奖助学金的部分 我想这就是亲安宫基隆妈的精神 我想我们阿公的带领之下 包含我们张前议长 张前市长 大家都共同投入在努力 在这一块社会 取之于社会回馈于社会 是我们亲安宫的精神 那我想我们会继续的延续 那我想告诉各位同学 别忘了生活中 虽然有风有雨 但是有阳光 也有亲安宫 基隆地检署非常感谢同主委 然后这个亲安宫这么样支持 不管是清涵奖学金 或者是一些需要帮助的学子们 那给予帮助 那也希望呢 亲安宫可以持续的把这个善的力量 这个持续的循环下去 亲安宫连续36年举办这个叫 新希望育幼苗捐助助学金的活动 在主任委员童勇的领导之下 永续的来推动我们基隆市的教育 这些受奖学助学金的对象呢 特别是我们经过地方法院 以及基隆市地检署 在更生保护会 以及我们犯罪人被害协会的推荐之下 让更生人的家属 被害人的家属 在就学的学子不分数量 同时间来一年两次接受这个助学金 希望所有在学的需要协助的学子们 受到助学金之后 能够奋发图强 学业更进步 受到社会的温暖 我们亲安宫呢 就是这个历年来呢 都一直在举办很多的公益活动 那今天很有幸就是能参与到 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奖助选金的办法 那因为呢 我们社会上其实还有很多角落的人 都需要我们帮助 那就像妈祖给我们温暖一样 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 也给了非常多的人的温暖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把这样的温暖呢 传递下去 那延续这样子的传统 跟延续大家帮助人这样的善的循环 亲安宫颁发奖助学金 希望在妈祖的庇佑之下 孩子能够努力向上 未来有能力时 进而回馈社会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的通过路口效率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里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 继续推行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慈云寺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课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副议长杨秀玉邀请几位民间好友 即刚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胜出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走访七夺火车站商店街 寻找繁荣商店街的可能 有着像机场一样方便新颖的平面手扶梯 但是这里不是机场的免税商店街 而是七夺火车站里面的商店街 不是上下班尖峰时间 在这里逛街买东西喝杯咖啡 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 因为人潮不多相当宁静 而问题就出在这里 不管是咖啡店的老板 或是隔壁手机笔电平板店的老板 反而都希望一般日以及假日 都可以想办法举办不同活动 或是引进著名品牌店 带动更多人潮进来消费 和台北车站地下街一样 人来人往 我希望可以多一点文创气息 不管是咖啡文创的手作东西 还有在地的文化的东西 或是在地的美食 这些都可以帮助这里 不管是我们现在追求的精品咖啡 像我现在做的自家烘焙的咖啡 也是在刺激观光 那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些做饮食的 那因为人一天都要吃三餐 那其实如果里面有一些比较多的 不同种类的餐饮进来的话 我相信可以吸引一些车站附近周遭 然后七土地区的人民 居民可以进来这边 就是逛逛车站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特地邀请几位民间好友 以及刚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胜出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轻松走访商店街的特色咖啡店 悠闲喝着咖啡 搭配享用店家手工制作精致好吃的 费南学抹茶饼干以及巴斯克蛋糕等等 也开心的一起秀出咖啡店 自行绘制的首绘文创咖啡盘 除了恭喜张炳君通过初选 也聊天及时广益 寻找出繁荣台铁七土火车站商店街的可能 我们七土的这个铁道公园 整个串联这个七土火车站的商店街 包括这个我们就是对面的这个 男性市场的这个传统市场 那我希望说借由这个 我们这个地利的一个关系 能够带入这个人流 带到这个七土 我想我们七土应该是 它未来的前景是非常的好 那就看市府它怎么去用心的去观察 那七土其实它有很多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车站 铁道等等 它都是很可以吸引到外来游客 来到我们基隆这边 来观光来消费 那未来如何说 把这些当地的特色 包含我们的男性市场 很多的一些的当地的市民朋友 在那边买菜来这边闲逛 甚至还有我们地方的一些商店的 一些的包含我们像吴教练 他们的这些咖啡厅 做一个整体的结合 来带动我们七土市场 七土整个的观光 这将是我们未来的重点 店家指出安全考量 店铺里面不能使用明火烹煮 杨秀玉和张炳君都认为 七土火车站商店街干净新颖 两头的出入口空间大 进入后疫情经济复苏期 基隆市政府应该和台铁协调 互相合作 想出带入以及留住人潮 在这里消费的各种方法 更有效提升商店街的经济效益 针对国道客运的问题 基隆市长谢国良 本来要去拜会公路总局的局长 不过公路总局方面 相当尊重基隆市长谢国良 所以特别到市府拜会表达诚意 公路总局局长陈文睿 特别来到基隆市政府 拜会市长谢国良 团队中还包括 整个国道客运相关的幕僚 重点就是要来协助 国道客运的旅客书运 到底该如何改进 对于公路总局的拜会 诚意满满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局长 特别来到基隆市府 请听基隆民众的需求 那也可以很具体的帮忙 市长也非常关心 基隆市民众这一个 通勤上班的 搭车的一个权益 那今天大概我们有意见交换 包括这个我们的9026 1573还有这个电动大客车的一个 构车的一个问题 那基本上其实市府这边的一个建议的话 公路总局这边其实已经都有开会 那也都有这一个一定的进展 包括就是 是未来9026的新路线 这个有相关的 这一个分流的计划 我们都会来进行公告 然后尽速的来完成 然后让这一个基隆市的民众 能够就是在 搭乘国道客运 往返这个台北 双北地区的话 能够更方便 那9026 需要分流 是我们分析后认为 可以最实际的 帮忙到搭乘民众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方法之一 那所以我们 也请公路局局把我们评估 那非常感谢在 很快的时间就得到了 非常善意的回忆 那就像刚刚局长跟大家说 这之后有一些程序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事半 了解这个新政策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就是包括 1573跟电动大客车 等等的需求 我们也一并反应给局长 那希望局里面 可以针对这些问题 能够多帮忙 那非常谢谢局长 今天特别来到基隆 然后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在此非常感谢他 那另外这个 在协助这一个 我们基隆市这边 态换电动公车的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行政院交通部这边 已经有这个核定专案计划 那这边我们也会跟基隆市政府 一起携手合作 让这个我们基隆市民在乘车上面 在这一个 这个搭乘公车的节能减碳上面 我想我们会一起努力 基隆通勤族的问题 的确需要中央跟地方充分合作 才有办法逐渐调整到最佳的规模与调度 减少基隆通勤族的无奈与痛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来看基隆市政府 在仁爱国小大礼堂 举办幼教课程新书发表会 即亲子课程体验活动 吸引了不少民众 带着学龄前的幼儿来参加 一块来体验多元有趣的亲子课程 找找看这里有几只竹节虫呢 可以摸可以近距离观察 小朋友和家长们化身成观察家 感受大自然的奥妙 目前里面有七只竹节虫 你可以找找看在哪里 然后呢他吃的食物是芭乐叶 想要在家种菜吗 这里也可以哦 当小农夫亲手体验带回家 这活动还不错啊 自己种植物啊 回家可以看啊 如果长大啊 还有还有水饺这么完成啊 市长爸爸跟小朋友们一起包水饺 现场笑声不断 水饺好不好吃 跟小朋友露出的笑容就知道 DIY的课程让孩子从这个动所当中 学到食物从哪里来 然后如何吃到更营养更健康的食物 还有许多摊位呢 老师们展现对教学活动的用心与巧思 让孩子们动手动脑 拉近了家长与幼儿园彼此间的距离 多一点亲子的时间啊 而且其实像我们家的老大已经去上课了 但妹妹其实还没有接触到幼稚园 所以就是带她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幼教课程成果发表现场 吸引了不少民众带着学龄前的幼儿参加 教育处邀集了15所公立幼儿园 将各式特色学习区课程让亲子体验 赠送线上报名前200名家长新书外 也在现场发放500份的小礼物给参与的幼儿 我们这本激发创意完美学习 集结了我们历来优秀的得奖 还有优秀的课程 然后把这些课程发展的过程集结成测 希望能让外界知道现在基隆 幼家课程的内容跟进步 那除此之外 我们今天也在仁爱国小的现场 把幼儿园的学习区搬到现场来 让家长做一个体验 知道现在幼儿园的课程 真的是非常的多样 以及具有探索跟学习的性质 就是要让家长放心 幼儿开心 教育处努力营造学前教育环境 执行课程历程与多元样貌 5月6号7号将办理公立幼儿园 及非盈利幼儿园登记抽签 提醒有需求的家长 别忘了哦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基隆安乐区发生了一起自撞车祸 驾驶转弯时没有注意到内容差 自撞翻覆 紧张的是车钥匙还断在里面 你快来关心 自撞车辆往侧边倒在地上 紧销则团团围在车头部分 要把引擎盖给剖开 消防员立即拿出油压剪 在残破的车体中 把电池剪下取出 大家紧张拆除电池 因为发生车祸时 钥匙直接被撞断 卡在车子 车子还没有熄火 如果漏油很可能发生爆炸 钥匙已经断掉在里面了 那现在是它没有熄火 危险 对对对 我们就把它用破坏的方式 要把电池把它断电 原来85岁的驾驶 返回金融住家路上 在分隔岛转弯时 没有注意到内轮差 直接撞上分隔岛 驾驶身上没有大碍 反而是车钥匙断裂 让警销担忧 车辆漏油爆炸 所幸最后电池成功拆下 免除了一场危机 警方也提醒高龄者开车上路 超过75岁以上驾驶 每三年就要重新换发驾照 才能够保护自己 和庸路人安全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